好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蓝宣时间 这个礼拜四我们的梦想人物单元 好那今天的话 这个一开始听到这首歌 实际上是我们特别挑选的 因为这首歌 是在我们今天邀请到的这一位 是广告导演 也是诗人 也是作家 那他最近写了一本书 我觉得这本书就是很很他 很是他的感觉 那这本书里面的话 他描述了一个 算是生命当中 也是个生活当中的公路之旅 就在台湾发生 那里头的话 公路之旅通常要伴随着的 就是车跟音乐嘛 那所以这个里头的话 这个作者写了几个 在里面他听到的音乐 让他觉得很吻合的 他这本书当中要讲到的 生命之旅跟生命的思考 好这首歌是来自于 这个叫做Mike Miller所演唱的Circle 那这首Circle里面 就是不断的讲到 好像生命感觉 像永远像撞了一个墙一样 似乎不断的站在这边 绕圈圈不断的在打转 我到底是站上了起点 还是我走上了终点等等 好那这个歌很显然的 在这本书当中 是相当程度的反映出来了 或是熏泄出来了 这个作者想要带出来的 部分的情绪 好那这首好听的歌呢 播完大家听了以后 我们现场就介绍我们的来宾 我们的来宾的话是恐恶导演 那他这书真的出的蛮多的 坦白讲到现在为止15还是16本书了 他最近又出了一本书 叫做句号这那么近 广告导演卢建章到我们的现场来 哈喽这个卢导你好 哈喽大家好 呃好你到底出了几本书啦 好像他们算说19啦 有19啦 OK 所以你真的就是著作有等生了 没有没有垃圾话比较多 哈哈 呃也没有反正我觉得这是现代人的书写很自在也很自我 然后呃 我常在想为什么你会喜欢诗哈 我看你这本书里面其实很多的字句 也像诗一样 我就跟广告导演有关 广告广告所谓的微电影 他就是相对来说他的尺度要要小一点 诗相你很难想要一个广告导演 如果他是拍一个 因为他是很棒的广告导演 像卢建章一样 他是一个很好的很棒的一个广告导演的话 要在那么短的时间里面拍出一个影像 同样的在文字的数据上 你就很难去想要他写 很长篇的散文嘛 对不对 他的字句应该就要写一点一点 欸也还好啦 也还好 我自己会觉得如果是一个创作者啊 理论上任何的媒材啊 应该都能够尽量去碰出越好 那如果说写诗我反而是比较早写诗 我国小二年级就拿过什么 什么同时比赛第二名 真的啊 对对对 我反而先写诗 先写诗 对全台诗 反而是说我会觉得好像我反而是先写诗 但是但是我又觉得这也未必要 因为我们反而小时候是先听故事 对不对 故事其实就是小说 对啊 所以我们多数人反而是先听故事 先编故事 你知道吗 就像我女儿很会讲故事 那我反而会觉得说 对啊也许 反而我搞不好可以用另外一个角度思考 也许当代就当代而言 是反而是更容易去传递讯息的一个载体 譬如说我们现在的社群 其实就短短的啊 对大家反而习惯 你看那个洛以军 洛以军写了一本书叫做《脸之书》 那其实就是他在脸书上面的 是他跟他小儿子之间的对话 我很喜欢 那其实就是一个我觉得文字运用的样子 但我觉得更核心是说那我们里面 我们想要跟另外一个灵魂交换什么 我们想要沟通什么 就好像 欸 轩姐你做的这个节目一样 我觉得其实一直以来都是在 在用不同的媒材 然后不同的文本 但你想要让人们彼此更靠近 嗯 我觉得那是很美的 尤其在当代我反而会觉得台湾 说不定我们最需要面对是心理问题 嗯 事实上是啊 没错啊 那心理问题除了像邓霍云医师 他们那么认真努力的临床工作者之外 我觉得像您也是啊 您在处理这个问题啊 因为藉由这些作者的作品 对 我们透过一个平台 透过一个媒体这个媒介 对 去不同的角度去呈现 对啊 对啊 然后我也会觉得 其实我很珍惜那种 你知道跟一个远方的人 那也许我们彼此在真实世界里面 没有太多交集 可是我们的心却有一个很强烈的交汇 那我觉得那会 常常让我会觉得说 那个是非常有价值的 而且那价值是 是有时候搞不好金钱 或物质是没有办法去达成的 嗯 所以回到刚刚 你问我说为什么会写那么多 其实我一直在想说 那 这当然也跟我爸念我有关 他就说 我看你大概不可能成为有钱的人 那你可不可以试着成为一个 让人家怀念的人 真的啊 你爸这样跟你讲的 对对对对 那当然他有事先走了 那我就会常常把他放 把这件事放在心上是说 他搞不好是认识我满深刻的人之一 嗯 那他会这样讲 他懂你 对 我觉得他懂你 他也这样 我大概对于很多事情是没什么兴趣哦 那那但对于 你知道有些作品他未必可以赚钱 嗯 那我就会觉得说 那我们要赚到比钱更大的东西 嗯 同样的我也会觉得说 嗯 如果有机会大家真的可以多去在意或关心旁边的人 因为我们常会觉得家人啊 或所谓朋友就是摆在那 嗯 他们不会离开 所以我们要赶快去做要紧的事 做会赚钱的事 嗯 我们觉得他们永远不会跑掉 可是你想一下哦 你一天里头有几分钟是把你的目光摆在你的家人的脸上 你记得他们今天长怎样吗 如果我现在突然问你说 哎你你女儿今天穿什么样衣服 哎会不会有的人一下子打不出来 然后那今天高兴吗 他今天发生什么事 除非你帮他换衣服 如果是小小朋友可能帮他穿衣服 你可能还勉强记得 对啊 那我们不用讲说你有老公老婆 你今天老公穿什么衣服 你有老婆穿什么衣服 那还是表面的哦 那他今天发生什么事 那他今天有快乐的事吗 那他今天有不开心的事吗 那他现在在困扰什么 他在担心什么 我觉得这些事情 呃对当然他他也许不会立刻为你带来 金钱上的价值 可是可是 如果有一天他们消失了呢 嗯嗯 那有时候是再多的钱都换不回来 那或者是说 我们自己 我们自己也希望被别人在意啊 记得啊 对啊 记得啊 那那 难道只是记得你的生日吗 然后你只有生日那天要快乐吗 那其他日子呢 或者说我们可能会以为说啊 我们活着 那但是活着如果只是呼吸的话 那打气机不也活着吗 对啊 那我就会很在意或在乎这些事情 当然当然可能也是因为我碰见吧 就说比方说我17岁碰见妈妈车祸 我本来说要走了 结果没有走 那留下来 但留下来之后 他的位置是在哪里 是在活着的那一边 还是死去的那一边 还是在中间呢 嗯 那那或者我父亲 我父亲cancer已经离开了 那 但你说真的他真的离开了吗 我 我今天早上才在想 我坐在我父亲机车的后座 然后一路这样骑着 然后竟然在那个山林线上 然后一路往前开 然后我很害怕 我很害怕我很担心 但我害怕的担心的是 我们会掉下去 然后一会又又到了沙漠 又到了雪地 我直到醒过来的时候才想到 其实我爸已经离开了 为什么我会坐在他的骑车后座呢 哇你做这么鲜明的梦啊 对 那你在梦里头 你你只在意的是 我们会不会跌下去 可是可是我觉得我真正在意的是 他在耶他在我前面 而且而且摩托车的这个车龙头 是在他手上 他引领了我的方向 嗯 然后也许眼前看来很多可怕的事情 那会不会 会不会那些可怕 没有那么可怕 真可怕的是你在意的人 你完全忘了他 不是他们不在了哦 他们不在也许不是最可怕的 是他们就算在你也把他们给忘掉了 那说真的那跟他们在不在是不是也没差别了 或者说我妈妈失智嘛 嗯 所以我妈妈不记得很多事 嗯 但是我们有记忆能力的人 如果也忘掉了很多事 忘掉那些对我们来说很珍贵的事 很很 照理说应该哪里忘怀的事 那这样的我们 跟失忆的人 到底又有什么两样 嗯 我们有很很好的记忆体 可是我们的记忆体里面装的记忆 是不值得记忆的 嗯 那这样啊 OK吗 我会有这些 当然你可以说是很莫名其妙的疑问啊 但是我反而会觉得这些问题搞不好是核心啊 对啊这些问题可能更更真实哦 所以我觉得罗建章之所以是罗建章 他是一个广告导演 他可能先前是创业总监 然后的话呢是文案 然后呢是诗人是作家 可以走的这么的多元 而且他的作品其实面向也非常广 我想原因就可能就是在 他这个会 嗯很细腻的思考 或者胡思乱想 胡思乱想 脑袋刮吧 好所以我们刚刚讲到其实就是 他去到一个蛮重要的核心 就是他这本 呃说是小说了啊 叫做句号这么近 就讲到失去这件事情 而且失去这件事情就是 到底呃什么 就是我们刚讲在跟不在嘛 啊就是说你失去是他真的不见了 你叫做失去吗 还是说其他原本在 但是你不在意他本身也不叫做存在呢 那失去之后可不可以重生呢 我们是不是总是比较怀念失去的 而不是去珍惜 现在还在手边的呢 那我想这本小说看起来就是 反映了很如见章 也反映了我们认为 可能在生命当中更重要的事情 谢谢我们再回来继续聊 这一趟纸上的公路之旅 是怎么样开始的 好回到啊 来讯时机继续和现场邀请到的 广告导演也是诗人作家啊 这个卢建章来聊天啊 那他因为最近写的这本书啊 这个句号这么近 那我觉得这个书实际上是 我觉得是很多人要面对的 的话题啦 或者人生课题啊 所以你在书里面有一段话讲到说 嗯 没有什么所谓什么的成功之路 只有必经之路 什么是必经之路呢 就是生老病死 那以前会觉得说 好像面对死亡这件事情 总是要到了七老八十的时候 才会要面对 但现在真的是越来越近 包括我我自己也是啊 就是说碰到你的好朋友 碰到你的家人 那事实上 我今天这样小五十岁 但他也面对了 所以这个事实上是一个 我们这个世代当中 呃其实本来就是 天有不测风雨嘛 但是事实上 呃这个不测风雨 发生在壮年人的身上 已经越来越高 比例越来越高 所以我觉得 面对失去这件事情 已经变成说 我觉得有点不分年龄 我就是第一个 为什么今天会觉得说 呃如今章写这本小说 我觉得很值得来聊的原因 当然另外一个就是 我们去定义所谓的失去 在在与不在 这事实上是真的 生命结束才叫失去吗 还是说其实 我们现在 现在此时此刻 就应该去思考 有一些 呃我们是不是真实的 呃这个 握握着他 真实的去去享受他 感受他的问题啦 所以呢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聊的 讲到句号这么近 呃就是要讲到斗点了 对不对 哈哈哈哈 斗点 陈夏明就被点名了 哈哈哈哈 真的 对所以什么是斗点 什么是句号 句号当然你会知道是 生命的终点 所以呢在这本 呃小说里面啊 这个就是 乌建章讲到了他逝去的 不是他 是书里面的主人翁 逝去的 呃一个叫Michael的 一个叫果果的 一个是人 一个是狗 那陪他呃这个走向了这一个 虚拟的一个公路之旅 你怎么会想要这样的去 嗯 去呈现他 呃没有那其实某种程度啊 我觉得小说当然虚构的 那但生命是真实的 我们有很多情绪是真实的 嗯 然后那些真实 我们当然也可以去回避他 逃避他 然后假装没有 但我也想多聊一点点 譬如说环境这件事情 嗯 我们会觉得说环境就是交给环保署嘛 就交给那些生态学家 但我们自己是活在里面的人啊 就好像我的好朋友齐柏林 嗯 因为他现在不用担心环境的问题啊 嗯 因为他有事先走了 嗯 真正需要担心 交给我们来担心 哈哈哈 真正要担心的是还还活着的人啊 嗯 但是但是我们好像没有空 也没有那个力气 没有那个机会去思考环境哦 因为我们会觉得说啊 我们这么渺小 我们不可能去影响环境 但我请大家也可以试着去想一件事哦 其实我们也是环境的一部分啊 嗯 我们构成了跟我们同一个办公室 其他上班呃同事的环境嘛 嗯 对啊 如果你是一个酸言酸语的人 那你同事所在的环境 就相对来讲 不是那么友善 不是那么愉快 不是那么舒服 然后 然后我们每天在工作上面 我们必须要做很多决策 那些决策 当然就跟公司的生意有关 但是在做生意的同时 其实有时候我也会想要聊 如果我们的生意啊 是让别人家破人亡 诶是让别人就是陷入无尽的浩劫 那真的是生意吗 嗯 还是真正的生意 应该是要让别人生意盎然呢 嗯嗯 有一个地方叫小林村嘛 嗯 哦 大家都听过小林村 那大家有没有去过小林村 嗯 对啊 那小林村其实已经不在了 对啊 那我会知道小林村 我第一次听到小林村 就是齐柏林跟我讲的 他说 他在出海口看到满满的都是漂流木 他说那山里头一定出大事 山里头一定出大事 这是他的判断 所以他那时候就是直升机 所以他在那个时候小林村 还没有被灭村之前吗 哦 不是 之后 其实就是那次风灾的时候 然后山上因为大洪水 所以把树木全部冲出来 才会到寄到出海口 那如果出海口全部都是树木 表示山里头 所有树都被冲下来 他说的是正在发生的事情 对 所以他飞进去看 那因为当时候的通讯 其实是并不完全的 对对对 没有是施中断的 我还记得那时候就是完全 就是说他其实是被灭村了 几天之后 大家才知道 对 里面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那他飞进去看才发现才看到 那后来我去 我去山里头玩 然后遇到那里的 其实山上有一个学校 学校 教中 校 国中 其实他们已经算是 那学校就等于废掉了 然后后来那学校的老师师生就是到平地来 那我有遇到一位老师 他说那时候他就是有通报 但是呢 我记得好像是有讲传真机你知道吗 传到哪里去 那问题是要大家去测离 那问题没有人 大家不理解 而且没有影像 所以 对 包含记者其实也不确定 因为如果记者发布出来 release 新闻他没有查证会有问题的 那那个老师是说 可是他跟大家讲说真的很严重 可是大家只知道说下大雨 大家没有 没有碰到那个老师 对 那 他就说他就是当初最早打电话 后来他是跟一个他的同学 后来当记者讲说真的非常非常的严重 嗯 我要聊的事情是说 如果大家有机会 所以暑假要到了 嗯 其实真的 可以去走一走 嗯 台湾有非常多值得去玩的地方 那你其实可以开着车 载着全家大小 哎 然后沿着 沿着我们修缠的非常良好的公路 一路往山头去 然后你就会沿着那个男子纤溪 然后一路往上开 哇 满山的绿椅 然后最后你会开到一个地方叫那马夏 嗯 那马夏那边呢 你可以看到 看到 看到我刚刚讲的那个已经被废弃的果种 嗯 然后那个 两层楼高哦 嗯 你还可以看到那个泥水 就是颇建在白色雪白的墙壁上 那你就知道说当初 当初那一个那个土石流是多么的高 嗯 对啊 他在那里的每个家庭几乎都有人离开 嗯 然后小林村是完全消失 消失之后 他们在小林村的原子 他们种下了樱花 嗯 三樱花 那一颗樱花代表一个家庭 因为如果要一颗樱花代表一个人 太多了 嗯 中不下太多了 我 我要讲的事情是 这就是发生在台湾 就发生在台湾这土地上 而且离我们并不远 嗯 那我也想追问 那小林村的人 他们做了什么 他们得面对这些事 嗯 我觉得 那是一种暴力 而这暴力 会不会我们在其中 嗯 气候变迁 而且我们是不是加害者 是不是 还是我们是受害者 是不是 再回来继续聊 好 回到联讯时间 继续回来现场 邀请到了梦想人物呢 卢建章来聊天啊 那他是广告导演 他是诗人 他是作家 那最近写了一本书 叫做句号那么近 那事实上我们会发现呢 这个就是他在小说中 铺绳出来的一个主角 跟着两个虚构出来的 幻想中的人物 那他是生命消逝的一个好朋友 小Michael跟一只狗狗 那但是事实上他可能讲到的 除了人的失去之外 还包括很多事情的失去跟存在了 那所以我刚刚讲到小林村 我觉得那一段的描述 是我看了这个 整个的你的 这个书里面的公众之面 我觉得我很震撼的一段 因为事实上你刚刚讲到小林 确实是非常惨 非常非常惨 然后 因为那个当下新闻的过程 我都还记得 因为那时候我记得 我们还是在主持节目 还是在新闻媒体里面 就是 就是 呃 当下暴雨 然后那个村庄里面 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 那很焦虑 有消息说好像 呃 状况不妙 但是好像 因为他就是 跟外面全部都断绝了 所以你也没有机会 真的去里面 看到你是不是 哦等等等 所以整个事情爆发开来的时候 其实整个的村 就已经被灭掉了 那你说回到那个地方去看 我曾经去过921地震之后的 是 整个也是有一个 半山药上面的村庄 基本上也就是被移为平地 他后来那边被做成一个 像是像是公园的地方 也是一样他就种了出 一棵一棵树 那看起来很美 那你就会去想像 在那边曾经生活的人 嗯嗯 就这样不见了 对啊 嗯那但是 他是在这块土地上面 那对我们来说 他可能是一个 一度发生过的灾难 或是说 呃 你一度为他们觉得很心痛 但过了一阵子之后 好像也就忘了 那所以如今 那在这本书里面 透过这个小林村 其实他讲了蛮多 台湾这块土地 然后呢一些生态 然后呢土地上的人 土地上的动物 土地上的植物 土地上的种种啊 但我觉得确实是 就是说 就是你 你是很认真 过一生的人 我也觉得到底 我们人的一辈子 要来这一块土地干什么 就是一定有个道理在嘛 因为地球 并不会因为我们而富足 但是我们可能会因为 感受不同 而觉得此生就是无憾嘛 那到底要怎么样子 可以做到此生无憾 就是 我觉得 对啊 其实刚刚在聊这件事情 大家记得小林村 但大家知道吗 其实台湾就是几个月前 也才刚大雨啊 就像我的朋友齐柏林 那时候就跟我讲说 极端气候只会越来越严重 我们现在状态就是 一下子会完全都没有雨 然后雨一来的时候 又是一下大到你所有地方都淹水 对 纳玛夏纳玛夏几个月前 也才又大家把所有山上的居民 全部都淹下来 因为就是那个暴雨啊 所以梳里头讲到 讲到那一场雨 那是也确实发生的 也就是说 呃 大家好像很容易 忘记一些事情 我觉得那也是一种生物保卫的机制 不要让自己一直长期陷入在一种恐 痛苦当中 对痛苦恐慌 但是呃就好像终点本来就在啊 嗯 但我们 我们传统的文化上 我们对这个有所忌讳 我们避而不谈 可是如果真的去想它 好像又会过分的害怕 可是 会不会我们反而应该要凝视着终点 然后去决定说 那我们接着要怎么跑 嗯 我们这条路 我们要选择用什么方式去过 呃 我如果活到我父亲的年纪65岁的话 眼看着我大概就剩6000多天 嗯 对啊 那你说啊 那可是如果好 那我活到我们的平均余命82岁 很抱歉也就是1万多而已 嗯 我相信很多朋友 呃如果你是大学毕业 那活到82岁60年 也就是21900天而已 嗯 加上如果年21915天 就2万多啊 认真算过就是了 就算今天刚出生的孩子 嗯 今天刚出生的小baby 现在从医院妇产科哇哇刚落地的孩子 他人生也只有3万天 嗯 也不到我们现在的 你知道工资 哦对啊 那我就会觉得说 天啊 那为什么我们可以这么轻而易举的 不想去面对这个重要的事情呢 嗯 因为如果我们知道生下天数这么少的话 会不会我们在面对很多眼前的事 我们不会那么轻易的委屈求全 嗯 我们常常会觉得说 因为我之后还有很长的日子要过 所以我现在选择忍耐忍受 但是这个忍耐忍受是你的自由意志吗 还是你 你无意识的 你没有选择的 嗯 你误以为你没有选择 嗯 我觉得那才是让人家害怕 你知道 现在大人 他们现在年轻很爱流行一句话说 大人才选择 事实上 你要对你自己的人生负责 你就等着自己选择啊 大家会以为 呃 没有我想一下 他是说小孩子才选择大人什么都要 那是什么意思吗 大人什么都要 他其实是说 我觉得小孩子比较任性 小孩子什么都可以要 大人被迫要选择 他那个我觉得那个 我想等一下那一个论调 那个观点意思是说 小孩子因为资源少 所以他才被迫得要选择 做一个大人 我什么选择我都要 那 但这个只是一种说法 只是一种 呃说起来好像有点帅的样子 嗯 但事实上 其实你就是得选择啊 譬如说我今天选择坐在这 我就不可能再同时出现在另外一个地方 嗯 所以我每次要接受一些邀约 我是会做选择的 我是真心会去选择 因为我知道 那我就只有一条命 我在呃今天早上的 这个时间出现在这里 我就没办法去做另外一件事 所以我就会问自己一个问题 这个选择 我会觉得有价值吗 嗯嗯 不要说十年后 五年后 三年后 或今天我会觉得这件事情 真的值得去做吗 值得我才要去做 如果不值得 那我宁可你知道 好好的拿一本小说 坐在那里看 对对对对对 因为那是我的选择啊 我觉得那是开心的 那会让我感到愉快啊 那我会 甚至会多问自己一个问题 就说那我这个选择 对我女儿以后的世界是好 还是不好 啊你还会问 好我才要去做 嗯 不好我就不要做啊 因为 你知道移动也会创造碳足迹啊 嗯嗯 对啊你光是一个错误的移动 其实你也在助长一些天灾的发生 我觉得这没有什么了不起 但是如果可以多想一点点 也许最后还是选错了 嗯嗯 也许还是选错了 可是你努力了嘛 嗯 就好像如果人生是一个试卷 那你要交白卷吗 你从后到尾 你没有填一个自己想要的答案 你只是在猜 或者你从后到尾就是都没有写 我觉得那还是不一样的 因为你自己知道啊 对啊对 你自己知道 嗯嗯 比如说在书里面写到一个啊 就是说面对终点 我们是不是应该把终点 放到自己的眼前 还说呢 因为呢呃 很多人啊 这个人的一生经常会画出重点 就明明一些事情呢 会发生 但是却不理他 比方说死亡必然会发生 你确实不理他 但是呢 不一定会发生的事情呢 刷 刷 跪斜 刷抓紧 就刷就是闭南语的意思啦 就抓的紧紧 就事实上 你就烦一些 或者去忧虑一些 呃 其实未必会发生的事情 甚至有些事情 是你自己创造出来的 一些人跟人之间的紧张啦 或者有一些 悠烦啦 那这些事情 我是真的这样的觉得 就像是你刚刚讲到的时候 当你如果说真的去思考 说你的人的生命有限的时候 有些时候可能不只是说 你会觉得很多事情 我是不是得要去更加的珍惜 而不委屈于求全 换个角度讲 我会有些事情会更豁达 对啊 对我不会去计较一些 我觉得真的是 基本上算皮的 国庇倒灶的事情 我觉得我 我可能我愿意 把精力花在更重要的人 或者更美好的事情上面 那种那种 人际之间的斗争啦 小鼻子小眼睛啦 这种事情 其实真的是 挺浪费的 对啊 所以大家看啊 这个卢健章样子 这样帅帅的啊 这个很很这个 漂白很流浪感啊 是啊 他很认真的在过日子 好我们休息一下 再回来 好回到啊 连讯时间继续回来现场 邀请到了广告导演 卢健章来聊天啊 那呃 他的这本书啊 句号那么近 我想讲的句话 可能不只是生命的终点啊 讲到的是很多 你在思考当中 呃 你是不是因为有了限制 反而就更无限 我今天在想说啊 如果人的生命无限 我因为人家啊 我要求长生不老 我要活得更久 嗯 我就想过一件事情 比如说吸血鬼 吸血鬼 永生啊 嗯 哎 永生会快乐吗 永生你真的不想要干嘛 你知道吗 你当你的这辈子 他没有倒数的时候 你反而不会去珍惜你的每一天 你更难去规划了 你会觉得 你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嗯 当有些事情有限的时候 你可能更容易去创造无限啊 我不晓得你在写这个小说的时候 你所谓的据点跟终点是怎么样去想的啊 但是不论如何在这过程当中 我们看到 已经创造了非常多的一些奇幻啊 跟他这个用他的想象力去创造出很多 这故事当中很风很丰富的部分啊 明明就是一个人一个一个灵魂 一只小狗狗 逝去的狗狗 但里面的话 哇看来就当不得了 呃你创造出了一些比方说 我觉得也蛮好玩的 所以我们刚讲到生态 有石虎小姐对不对 啊 有石蟹蒙 有黄猴雕 哎我去爬玉山 还真的看到黄猴雕 哦真的看到黄猴雕 哦好棒哦 对所以 你把这些东西通通都用你人画了 然后的话呢 里面哦 我还回想说 你里面到底有几个是真的人啊 就有些是你想象中的呃人 嗯 但是中间真的也是 那个医生是真的 一个像是 心理医师的医师 嗯 还有是咖啡师对不对 嗯 煮咖啡的 所以他是什么七项女子 什么什么的 就是我这里面的事实上是很丰富的 你去说 做出到出这么多的角色 事实上你是想要透过对话 来反映出分享出一些事情吧 嗯应该是这样说好了 哦我觉得这只是企图哦 我常会觉得譬如说 啊我们大家现在出国的经验非常多 嗯 我们去很多国家 然后也有非常多的外国的朋友 然后但我常会有一个很奇妙的感受 就是我很多外国的朋友 他们对于他们所在的土地 是非常熟悉的 嗯 他们对于他们在的城市 呃 在追求的 或人们在乎的 或者说他们正在面对的问题 他们是 呃很能够侃侃而谈 嗯 你知道有一次我在柏林啊 然后 然后那天是德国足球 有国家队足球队 对上土耳其队 然后 德国朋友就邀我们去看 然后说其实这场比赛 它代表的是背后 有一个很强烈的 种子问题 嗯哼 其实因为德国有非常多的土耳其移民 嗯是 是是 那为什么德国会有非常多的土耳其移民 是因为德国在二次大战之后 他们因为战争的关系 所以他们缺乏大量劳动力 所以他们 想办法从国外引进土耳其移民来 那但是双方的呃 比方说宗教信仰 生活习惯 其实也都不太相同 对 那这个会有冲突 但他们也试着要去米平 那最理想能够米平的方式 其实就是藉由体育 藉由运动 那加上德国其实近年来 也有非常多的移民问题 因为他们接收了很大量的难民 嗯 包含叙利亚的 那其实我的朋友就可以在 就是在看足球比赛的时候 跟我聊到这 背后的故事 那我就会想台湾 台湾其实 作为你知道我的德国朋友 就会说你们台湾其实是 很有机会成为亚洲创意之都 就跟我们柏林一样 因为我们是一个移民社会 对 那其实这里 这些 你说不同的文化 其实这交流 交会的时候 其实它就会产生 就好像你两道水流冲击的时候 哇就会有很漂亮的水花 对 你就很容易创造出作品 嗯 它常常会提醒我 因为它做的是柏林的城市文化行销 它就说 你们台湾应该有机会去领导整个亚洲的 你们的创意的能量是非常蓬勃的 但我觉得 这个其实要建立在我们关心我们所处的地方 嗯 我们在乎我们身旁的人 哎 我们身旁人是有很不一样的人 我们所处的环境是有很大量不同的生物的 嗯 如果像刚聊到的 黄猴雕啊 石蟹萌啊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机会去 去 我觉得不一定是能够看到 可是你可不可以到他们的棲息地去看看 你有去 呃 比方说美农看过水智吗 好漂亮哦 哈哈哈哈 哎 他的说里面很好笑 水智 然后他想到就是那个会吸血的那种水智 大家都会 很容易联想到那 那你知道吗 那我是台南的 你知道台南市的四鸟是什么 是水智 嗯 因为水智的保育 一开始就是在台南开始的 后来才美农那边也发现说 哎 在那个池塘上 在美农湖上面 嗯 你去富裕他们 因为他他就像小精灵一样非常可爱 他可以走在水面上 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他上面讲的说是夜行者 呵呵 你想夜行者是晚上出来的吗 他这个 我今天很想问 不过不是他在叶子上面行走 他可以走在叶子上面 就跟耶稣一样可以走在水面上 我们为什么会忘记去关注关心 哎 我们所住的地方 嗯 那当你跟你的所在的地方 哎 有有记忆有连结的时候 你就会爱他 你就会在乎他 你就会保护他 你就会 你就会 投入你的资源 而不会随时拍拍翅膀就离开 嗯 我觉得 跟我们身旁的人也是这样 嗯 也是一样 当我们越关心我们的同事 你的同事 就会越温暖的对待你 那你们公司的竞争力 当然会比较强啊 嗯 当然更容易有机会 创造出更好的performance嘛 我觉得 这个如果真的要谈 我觉得他也会回到 我们的国力 嗯 我们这个国家 如果大家能够更彼此理解 对方的需求 理解对方的问题 理解对方的背景 那我们可能就有机会 更快找到共识 更有机会 去帮助对方 得到他要的 然后也借对方的力量 得到我要的 那 我们活着才会 比较愉快一些些 嗯 才不会睡不着觉 我知道现在有非常多人 都有失眠问题 这怎么知道呢 因为我们的 我们的安眠药 是全世界开出来第二多的 嗯 是全世界第二多 但我们人口数 难道是全球第二多吗 不是啊 不是啊 一年开出那几亿科耶 那表示有非常多人都睡不好 睡不着 我们的压力是非常高的 嗯 而这个压力 会不会在于 我们过分的 过度的把注意力放在 错误的位置上面 会不会 会不会 我们有时候应该多问一下自己说 那你喜欢你自己吧 嗯 你自己喜欢什么 我们可能知道你的老板喜欢什么 知道同事喜欢什么 知道你的客户喜欢什么 但是你好像忘记问 那你自己喜欢什么 还有你喜欢你自己吗 如果不喜欢 那一天会来 最后那一天会到 最后那天到的时候 你还是不喜欢你自己 我觉得这才是 世界上最麻烦的事情 我们从小在讨别人喜欢啊 啊 同事喜欢我 老板喜欢我 可不喜欢我 结果你不喜欢你自己 我觉得那很可怕 那才是最恐怖的恐怖片 是 而且这部片是 自找自演 对 你得坐在电影院里面 然后看着 萤幕上 那就是你自己在演这部片 而且这部片好恐怖 那最恐怖的地方是 你不能说啊 这部片太恐怖了 我不要看 我要走 没有欸 你得从头看到尾 而且你自己知道 你自己知道 你正在做你觉得不光彩的事 你正在做你不认同的事 然后你勉强自己 你要求自己去做 只因为你以为 你以为 为了这样我才能活下去 没有啊 你活下去但你活得不好 嗯 你活得不愉快 你活得很痛苦 你晚上睡不好 睡不好的同时 你早上起来 你觉得你睡眠不足 但是你还要去面对 你觉得很丑陋的世界 但是是谁 是谁 让你活得这么丑 我觉得那才是麻烦啊 那才是麻烦 对 如果这样的话 这个问题因为可能太沉重 也太真实了 所以呢 就像是在照镜子一样 很多人可能 避免照到自己 因为怕呢自己 长成一个自己不喜欢的样子 而自己要负起最大的责任 我修学带回来 好回到啊 连讯时间继续和现场邀请到了 广告导演也是呢 诗人作家卢建章来聊天啊 卢建章真的是一个想很多 我 我觉得也很很很 对自己的生命负责的人啊 我觉得很棒 我自己也比较喜欢是这样子 也这样子希望自己啊 那但是 你这本书看起来 一开始会觉得有点悲观啊 因为就是好像面对失去 没有办法接受 然后的话呢 甚至你在书里面啊 这个隐隐约约的告诉大家说 事实上你就是要走上一条 自我结束之路 但是事实上最终 我觉得其实你的期待 是非常非常的正向的 非常的拥有希望的 而且呢是非常的阳光的 甚至啊中间有些啊 我觉得蛮棒的就是 嗯 有一句话我把它特别写下来 就是当你我刚讲到啊 就很多事情 我们要那么的真实面对自己吗 很多时候我们可能根本 连想都没有想 但有时候是害怕去想 害怕去面对 那其实害怕是一种假象 对啊 我觉得 呃多数的东西都是这样 我记得我妈妈前一阵子病危 然后我很担心 然后我在医院 然后 我喜爱的 我敬爱的廖玉慧老师跟我说 不要怕 病魔他这种东西就这样 你越怕他越嚣张 你不怕 他就会逃走 他就会恐惧 嗯 我觉得我非常受用啊 那回过头来说 我觉得多数时候 呃 我们所不乐见的 我们所不喜爱的事物 几乎都是如此哦 当你愿意把你的目光摆在他身上 当你盯着他 你看着他 光这样他就不敢作恶 他就不敢为恶 还有 呃我也会常会觉得说 我们其实是居住在一个自由的国家 那你应该要去使用你的自由 譬如说你可以创作 你就应该创作 嗯 嗯 我曾经遇过某个呃 国家的作者 他问我说你们都怎么自我审查 我说没有 我们没有在自我审查 嗯 那 回过头来说 如果我们既然可以在这里自由的创作 而你没有去做 我觉得是很可惜的 那那那那那你跟住在一个极拳的地区不是一样吗 那那你说啊可是我是一个上班族我怎么创作 没有啊你可以创作你的人生啊 你你小时候想要学什么 那你没有机会去 你现在可以学啊 你知道我同时学太极拳跟电吉他 嗯嗯 我的好朋友叶敏成他也之前也在练格斗技啊 为什么啊因为你没学过你就可以去做啊 是是是 而你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今天就会得到一种新鲜感 你就会得到乐趣 你就会意识到哎你活着啊 你就会因为去做那件事情 譬如说我常会觉得跟我同相同年纪的人 其实你很少有机会在进步 除非你去碰触新的领域 因为你在你原始的领域 其实你已经到了一个相对是个leader 那大家也不好意思跟你说啊你可以怎么思考 但如果你突然跳出去 我觉得常常这个跳出去的动作啊 才会让你理解说哇你会害怕你会恐惧 然后你再回来做你原本在做的事情 你会觉得轻松协议 还有你会有新的观点 你会有新的想法 那那个新的想法才是真的活着啊 否则如果你今天的日子跟昨天的日子 跟十年前的日子都过得一样 那你现在真的还在还在活着吗 是alive吗 对啊我常会问自己这个问题 但问自己这个问题他不会白费的 我相信真的很多时候大家会觉得说 不要去做好像不会成功的事 光这句话就会失败啊 为什么你比方说打棒球好了 你站在打击区你都不挥棒 难道难道你就会上雷吗 未必哦你可能会被删阵啊 还有有的人是连站上打击区都没有 嗯那我就说那你在场吗 你真的在场吗 你真的在吗 像刚刚聊到说存在 存在要你在啊 如果这世界有你跟没你 你分不出差在哪里 那那到底你是否是否真的真的好好的活着 我觉得有时候很多问题其实应该回过头来 问自己哦 嗯 你喜欢自己吗 你喜欢今天自己长这样吗 那明天你想要变成怎样的人 那你今天可以做什么好让自己稍稍靠近那个你理想的典型 如果有那就好啦 你今天就不一样 你就是在创作 你就在创作你自己的人生的 你就是个有创意的人 嗯 OK好 所以呢 是不是听起来很棒 很励志的感觉 很阳光的感觉啊 所以从今天开始啊 如果听了我们的节目的话呢 就从此时此刻开始 不要害怕 不要害怕做不到 不要害怕失败 做不到只是因为你还没有开始做 对啊 而且我们都会跟100分比 其实跟0分比就好了 你有做你就赢啊 真的 OK好 所以今天开始改变 我真的觉得跳出去这件事情是应该要做到的 你会碰到更多可能想象不到的你的自己 还包括可能会碰到更多的好朋友 更多的可能性 好非常谢谢如建章到我们现场来跟我们聊天 谢谢 谢谢大家 拜拜